快到了第二天的行程 第二天主要停留的地方就是元宿和涉谷 而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元宿JR站旁邊的明智神宮 你也要觸觸通 觸觸通對我來說真的是一條通道 吃個早餐 這個早餐是一個橋墨麵 我覺得非常好吃 吃完美美的早餐之後 正式開始我們的行程 我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呂元宿 看到這裡是不是以為我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收穫真的一點也不多 原因很簡單 一個捷紅沒有錢 今次最吸引到我的 就是前面的這隊樂隊簡直是一個驚喜 我來都是在涉谷逛逛逛逛 看東西吃一下 沒有什麼隱世又特別 另類的店鋪或地方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跟一般遊客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今晚晚上就找來了大家都認識